你好欢迎收看9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由花莲县原住民族部落大学主办 国立东华大学法律系协办的国际跨域连结 原住民族法律辅助国际座谈会 在花莲县台湾原住民族文化馆办理 而座谈会聚焦于推动原住民族法律研究 并促进台湾与国际间的跨域合作 也吸引了多国的专家学者以及部落代表参与 部落大学校长徐总归表示 作为资源整合角色一个具备人才资料库 第一线面对部落群体的资源整合平台 花莲县原住民部落大学全力支持这次论坛 再次合作还策划包括火神器营业剂 以及比德鲁的猎人家园参访内的行程 部落大学期盼能够透过这次论坛 展现矿域的整合能力 促进原住民族法学的发展 并且提升原住民族的福祉 徐总归县长欢迎大家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论坛的活动的主办 当然除了东华大学还有法国基金会之外 另外就是花莲县政府 以及花莲县原住民族部落大学 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 今天这个法律的座谈会 也非常非常重要 要讨论两个重要的议题 那当然第一个是原住民智商同意的部分 那第二个是有关文化安全的这个文化的部分 那么我们有非常优秀的两位主持人 马卫主任、韩日宏林教授 以及我们的几位的重要的讲座 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 那我们现场也有很多 我们部落大学的伙伴 今天也来到现场 也想要了解这个问题 还有在工作或者在生活的实物上 他们可以怎么来理解或者来应用 也欢迎他们 最后再次代表华莲县政府 代表许正会现场 感谢大家今天的历史 论坛期间 与会者针对部落同意前的实物运作 以及文化安全的法律服务等议题 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来自不同国家的法律专家 分享了各自的经验 台湾原住民族法律体系的进步完善提供了参考 这次论坛凸显可发展目标为SDGS 包括指标是优质教育 指标十一城市 总序发展 以及指标十起多元伙伴合作关系 博大学在推动这项目标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若他不仅出现了学术界以及实物界的交流 也为台湾原住民族法学研究开启了新的篇章 记得讲一句话说不到 好 好 谢谢大家